我为什么生气? 因为你惹怒我嘛 我就跟你来看嘛 我为什么甩东西? 很简单,我打不过你嘛 我叫甩东西 我打得过我就打你了 他这很聪明的啦 我打不过你,我打你,你别糟糕了 甩东西 甩不了你的东西,我甩别的东西 因为他们是罪亏祸首 使我无法忍受 所以我要处罚他们 我在这里要先说 这个观念是绝对错误的 因为最后是处罚了你自己 我今天给各位一个新的观念 你这观念一定要好好的 我们以后还会再讲到 因为这是很关键的 你为什么生气? 就是你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你自己 你是最倒霉 他应该受惩罚 他应该怎么你在这里受惩罚 但是最后都是你自己要受惩罚 你看你气得晚上不能睡觉 结果那个气你的人睡得好得很 那奇怪 应该他不能睡觉 怎么你不能睡觉呢? 你的目的目的目的 contrary 你的目的就是要惩罚他 最后都惩罚自己 生气就是别人做错事 结果你来来惩罚你自己 你哪天想通这个 你大概就不太会生气了 你觉得我很话不来吗 现在你觉得我这样才对 你会发现 都是你在决定的 人打不过 人打不到 我就拿物来出气 甚至有的人打小孩 叫做出气筒 有的人在外面受气 回家打小孩 没有小孩打太太 有人在外面受气 回来谁都没有 就开始打电视 电视完了还得拿钱去买 你好好去想一想 最后都是惩罚自己 你惩罚不了别人 我希望各位改变一下观念 情绪它是一个警讯 它是个警示灯 我们一直把情绪当作很自然的反应 其实不是 情绪是给你一些警戒 当你觉得全身要爆炸的时候 它就在提醒你 你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你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因为它没有好坏 没有优劣 它只是告诉你 你的反应有点问题 如此而已 如果你有这样的警觉性 你就知道 我怎么样子去调整我自己 当我拿起这个杯子 要打人的时候 我只要有警觉性的时候 我就打出去啊 看起来是我占便宜 最后是我吃亏 那我就会转变一下 把它拿来 喝一口水 然后轻轻地放下 就整个改变 就整个改变 我们一直没有把 情绪当作什么 当作我一个反应 从现在开始 我们不要不动脑筋 让你的情绪 自自然然地反应出来 因为那个有时候好 有时候不好 有时候对 有时候错 而最后的结果 要你自己来承受 我想关键就在这里 你稍微改变一下 任何一种情绪反应 你都把它当作 它是在提醒你 要怎么去做 才正确 比如说我现在肚子很饿 我看到很香的包子 我自然就举手去拿来 就咬一口 这是很自然的 可是 当你要伸手出去的时候 你就开始讲 我肚子饿只是一个警讯 我能不能这样做 我还要自己考虑考虑 那就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你看我们中国人习惯 就是说 你看到包子 要先招呼别人 大家一起来 然后你才可以动手 否则的话 你就会引起很多人的反感 对你以后 有很大的障碍 情绪 有大的 有明显的 也有小的 有平常不注意的东西 如果你能够把这些 都当作是一种警讯 警示灯 就好像是黄灯一样 还没有到红灯 它是黄灯 你要不要做一些动作 该不该刹车 有没有地方停 要停在什么地方 你就不会措手不及 我们现在主要就是 没有这种警示钉的这种概念 没有 高兴了 他就高兴出来了 不高兴了 脸上就白难看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